好的直播可以看到畫面中 一名白衣男子坐在店內角落 趁著店家不注意時 拿起桌上醬料罐 分別擠入辣椒醬內 胡搞傻搞 不過還有更扯的 男子用餐結束後 到自住醬料櫛上面 抽取衛生紙擦拭 過程中白衣男孩一度走回餐桌 沒想到離開前 卻將手中擦過鼻子跟嘴巴的衛生紙 揉成一團 惡意丟進醬料桶 導致整桶醬料爆銷 事發在4號凌晨1點43分左右 台南一間小吃店 有名男子入內用餐 卻是惡搞店家的醬料區 讓受害店家氣得PO網 請附近做生意的店家要小心注意 該名男子惡劣行徑 更是迎來網友無情炮轟 店家是跟你有仇嗎 請跟店家道歉 把那桶擦過鼻涕的醬油喝掉 而店家目前則是已經報警處理 希望不要有更多受害店家出現 以上最新直播 演唱會歌手麥麗演出 又唱又跳點燃歌迷熱血 在我心上用力的開槍 聊唱慢歌也非常戳人心 但愛聽歌居然還有神秘好處 比起不愛聽歌的人 壽命多五到十年 不只比較長瘦 唱歌居然還能減肥 如果連續唱歌一小時 是可以燃燒到136卡羅里的 這是等於去公園走路 差不多半小時 唱歌可以消耗多少熱量 平均唱一小時 坐著的話消耗100大卡 站著唱更明顯可以消耗136大卡 醫生還建議要用腹部力量大聲唱 最好邊唱邊跳天天唱效果更好 大腦能力也會因為唱歌而增加 有些失智中風自閉甚至八經肅的病人 練習說話的能力會進步的 但別以為唱快歌比較耗體力 就減肥效果來說 卻是慢歌大於快歌 因為慢歌 它其實會釋放出很多快樂的這些荷爾蒙 但是快歌偶爾會影響緊張 當我們奔緊在唱歌的時候 可能有些壓力 聽音樂能長壽多活五到十年 唱歌還能燃燒卡路里 愛聽歌愛唱歌就是養生秘訣 訓練心肺功能邊減肥 記得天天大聲唱出來 效果可能意想不到 記者紅富人郭怡貞 高雄報導 街頭上美腿如鱗 想擁有一雙美腿 除了匀秤長度也是關鍵 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屬於長腿掛的 首先坐在椅子上彎曲膝蓋 對照膝蓋的相對位置 三個步驟三秒幫你判斷 我是普通腿耶 一般腿長腿大長腿怎麼看 彎曲的膝蓋直到胸部 屬於一般小短腿的範圍 到鎖骨的算長腿 過肩膀的才能稱為大長腿 鎖骨鎖骨的位置 腿的長度是天生 沒有大長腿憋氣 靠後天可以練出大直腿 我在網路上看到那個什麼瘦腿 這是抬腿 對 拉筋 網路花樣白白種 專業教練來示範 想要大直腿第一招 半神豪式以半跪的姿勢 來回勾腳尖 上半身往下靠增加拉伸感 再來盤腿伸展 緊貼著腳板前傾上半身 也能改善腿部線條 深蹲的動作的話 是針對寬的訓練沒錯 就是以臀大肌主導 然後也會訓練到我們的 大腿前側跟後側的肌群這樣 另外靠牆近蹲寬具深蹲 用寬部發力或是一些改善 假跨關的動作 每天十五分鐘練起來 讓腿看起來更長更直更網 超模腿邁進 這張三三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農機界的藍寶姊尼 一共六台一影車浩浩蕩蕩 開在苗栗市區 吸引民眾為觀 覺得新奇拿出手機拍照 真的特別 因為我吃到它是過程的 才會吃到那種 他媽媽早上給我用頭髮 真的喔 那麼巧 發言多巧幫他用 大喜日子 每台影機都戴上 喜切的紅色緞帶 要去迎娶美嬌娘 因為新郎本身就是返鄉青年 家裡三代務農 跟弟弟簽了一台全新影影機 再加上其他同業幫忙 一路從公館交流道 開進市區超級壯觀 把它洗到跟新車一樣 其實你看不出來都有下過田 有 他嚇一跳 他不知道是這種陣仗 難怪他不想要來 他以為是那一種 舊式的那一種 他不知道是這種先進的 新郎新娘愛情長跑15年 復定終身 新郎命令策劃 用農業影機來迎娶 連新娘本身都不知道 農家的結婚 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既定印象就可能叫車 大家開豪車 什麼寶馬 什麼一些有名的車 我們這個也是寶馬 凝聚就像辦一個車劇一樣 然後讓給車主 有一種風光的感覺 一般人迎娶用豪車 新郎打破傳統 請出農用飲飲機 但跟普通的日系長牌不同 這可是從歐洲進口 每台造價500萬 6台3000萬 面子離子都有了 成為當地最特別婚禮 記者中心情情 成長貿易雲街 苗栗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